Hello 大家好 那在我身旁的这台是全新的 2020 年 Proton X70 CKD 这台新车在今天也就是 2020 年 2 月 12 日正式发表 那我们就来到了 Proton 的展示厅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全新的 X70 CKD 它依旧被有四个车型 但是之前的 Executive All-Wheel Drive 已经被取消 而这回呢原厂则是新增了一个被称为 Premium X 的版本 而我们是觉得这当中 Premium 版本是最物有所值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版本最为值得 在外形上这个本地生产的 X70 几乎是完全没有差别 唯一的一个差异就是这一个 全新的原型 Proton Logo 了 那我身旁的 X70 也是采用最新的颜色 这个颜色被称为 Space Gray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颜色如何呢 在动力配置的部分 CKD 版本的 X70 依旧搭载同一具 1.8L 的 GDI 涡轮这辆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 184 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能力则是 300 Nm 至于变速箱的部分呢 这个 CKD 版本则是有所不同了 它这回搭载的是由 Gili 和 Volvo 研发的 全新气速四式双离合变速箱 在这一个组合下 CKD 版本的 X70 它的 0-100 加速表现为 9.5 秒 比之前 CBO 版本的 10.5 秒还要快了 1 秒 在车尾部分呢虽然说这个 CKD 版本外形上是完全没有改变 但是它多了一个 X70 车主都很想用的功能 那就是电动尾门的配置了 只要 Executive 车型以上就拥有这个功能 但是 Premium 版本呢它则多了脚踢式的操作 在内装部分呢 CKD 版本的 X70 基本上是延续了之前 CBO 版本的设计 整个仪表板都是照搬了过来 不过在这边呢就有一点不同了 因为 CKD 版本它是采用全新的双离合变速箱 那这个排档杆就换成了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电子排档杆设计 不错哦 那除此之外呢 原厂这回还导入了一个相当贴心的功能 那就是前方的这两张座椅呢 是具有冷气通风的功能 你只需要通过这个 GKUI 主机就能打开这个在我国 常年如下的气候上呢 非常好用的这个功能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身处的这个 Premium 版本 这回少了全景天窗这个配置 如果你要全景天窗的话 你需要订购的是 Premium X 而这个 Premium X 和 Premium 版本呢 它们两者唯一的差别也就是 有天窗和没有天窗而已 除此之外 这个 CKD 版本的 X70 在后座方面这回也是有一个小改变 那就是它的后座座椅的椅背呢 这回能够进行两段式的调整 我相信这对于 X70 的潜在白家来说 绝对会是一个卖点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 2020 Product X70 的简单介绍 那原厂宣称在更换了全新的这个双离合变速箱以后呢 在油耗表现上是需要有进步的 我相信在实际开上路过后 大家应该也能体会到这个改变 为什么我们会推荐 X70 Premium 主要是因为这个版本呢在各方面都是很全面的 尤其是它背有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包含了像是 自动紧急刹车 车车盲点侦测 以及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 在这个价位来说可是说是 非常值得的 而且这一回这个版本还少了天窗这个配置 对于一些担心天窗以后会带来问题的消费者来说 绝对是最佳的选择 如果你要天窗的话 原厂还被有 Premium XK 给你选择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简单的 H70 CKD 介绍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车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说出你的选择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